王金平院長他今天下午要來跟郭董會面 那本來這個會前有傳出說他要來促成郭柯沛 那主席怎麼看郭柯沛 只要是非綠的朋友我們都很歡迎 這樣子的一個非綠的一個緩解努力 才能夠共同的下降民進黨 請李委員我們已經說現在Holo瑜是最強的 那為什麼不讓最強的人來參選 那蔣跟華議長也說是Holo瑜 您會來勸進他表態2024 國民黨一定要提名最好的最強的 那侯市長是我們最強的母雞 也在我們的基層生根為我們新北市民打拼 那持續的一步一腳印 那我們就穩紮穩打按部就班 我相信一定會獲得更多國人的肯定 王金平院長他今天下午要來跟郭董會面 那本來這個會前有傳出說他要來促成郭柯沛 那主席怎麼看郭柯沛 單靠國民黨的力量是不夠的 我們應該要結合所有的 包括原本是藍色的白色的 或其他顏色的朋友 只要是非綠的朋友我們都很歡迎 這樣子的一個非綠的一個環節努力 才能夠共同的下降民進黨 至於說誰跟誰配 媒體很辛苦 或者是社會有很多傳言 那倒不是重點 現在最重要的就是大家能夠團結在一起 現在目前黨內 除了侯友宜跟郭台銘 還有包含您 都是二零二十大熱門討論的人選 那你認為說現在有這麼急的需要討論嗎 有人說您暗兵不動 是不是在希望說 可以儘快在黨內或者四十三的人之間 可以有取得一個共識 我們國民黨就是要一步一腳印 要腳踏實地 不要照鏡 我們也不會拖 但是我們不能夠太照鏡 我們就一步一腳印 眼前最關鍵的是3月4號的南投的補選 我們把這一仗打好 那這一仗會很辛苦 因為民進黨會請全黨之力來打這一仗 我們一定要非常小心謹慎 那之後我們就共同來討論這些議題 我親自身邊看得到 您在談論這些議題 是否有什麼事 要是指揮 那些議題 我們要說 要許多封面 立刻 跟人家 打敬物 打敬物